台湾财经专家曝光,当暗杀,搞垮经济,贸易战制造不安等成为拉下习近平的疯狂反扑这些招数都没有用之后,江派发现,掏空大陆成为了江派最后的一招,将数万亿资金全部挪往国外。 江派整个战术和逻辑都是十分绵密的,斗不倒你,我就掏空你。 中共十八大以后中纪委共立案154万件案例,处分了153万7千个老虎家苍蝇,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构处理58000人。 大陆股市从2015年5178点,跌至目前8月17日2669点,低于2015年股灾后探低2738点。 外汇储备也从最高峰的4.2万亿美金,流失到2018年6月3.1万亿美金。 大陆中下层百姓投入股市资金被血腥洗劫,巨额资金更被洗出大陆。 三波资金引爆2015年股灾 今年8月初,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在接受台媒采访时称, 北京最伤筋动股的就是2015年中国股市的大跌,股市在政府宣传下一路狂奔至5178点后,股市被认为会在持续升高至5361点习近平升日后起稳,事实上在5361点后一路下坠至2015年8月的2850点,一路狂跌跌幅达负40%。 北京暴力就是后,在国家对全面进场购买约4.3兆人民币股票后,勉强启吻。 2017年6月甚至动用了养老基金入场就是,7月8日公安部进驻股市暴力就是,那么和中国股市对抗的资金至少要超过4.3兆人民币。 江泽民的上海帮长期集结经济中心上海,2015年的经济政变,除了江派还有谁能够调动这么庞大资金和整个国家资金对抗? 2015-2016年初江派对北京的三四反扑,习近平生日是6月13日,恒生香港指数6月12日之气竟然领先跌了一波。 分析家认为江派在那里边做空以后,集结资金从深指一路反攻到上指。 香港、深圳、上海三的联动,先从香港把资金弄到以后,攻向深圳,再攻向上海,分三波引爆大陆股市毁灭性崩盘。 资本大逃亡包括刘云山儿子。 2015年股灾后,数以几十万亿计的资产是如何绕过严格外汇管制被洗出大路。 地下钱庄、搬运古董书画、比特币、汽车运钞等手法层出不穷,意图绕过管制。 台湾时事观察员朱学恒接受台媒采访称,江派在整个政变过程战术和逻辑都是十分绵密的,斗不倒你,我就掏空你。 2015年底股市探底之后,资金开始源源不断地从大陆汇出,江派开始掏空中国。 股灾搞不倒你,我整个资金外逃,从股市上洗洁到约四兆资金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被搬运出大陆, 中国外汇存底开始大量减少,人民币开始出现贬值现象,人民币开始源源不断从中国往外跑。 北京在2015年股灾后发现,大陆南方,香港和广东的地下钱庄前从那边来,前从那边走,资金全部走地下汇兑, 再进行资金募集,资金分配,再用集结到资金炒股,做空股市后, 再从地下钱庄往香港方向外逃,而香港是江派人物曾庆红的大本营。 9月份公安部副部长孟庆峰最终查出股灾内鬼,原来就是证监会主委,副主委, 甚至国家队里面的中信证券就是江派人物刘云山儿子主导的资金。 北京开始从北到南,抄了地下钱庄,整整抄了一个月,截断了4300亿外逃资金。 而很多资金完全不经过地下钱庄流出,而是通过海外投资并购, 民间企业名义开始往外并购,往外投资。 股灾之后,所有民营企业被翻过来查,这些表面上的并购资金, 其实大部分都是外逃投资江派资金。 经济政变 2018年开打的贸易战对股市的冲击,可谓惊心动魄, 中国,大批股民被套牢血本无归,这不禁让人回忆2015年那次股灾。 2015年6,7月份的股灾,毁掉了中国几十万个中产阶层。 其背后牵涉的内幕之深,官员层级之高,是无潜力。 对于那场股灾,很多被套牢的股民可能还心有余悸, 国家对进场,公安部暴力就是才勉强稳住的场面还历历在目。 发生在2015年6月和7月的股灾共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6月12日,滬指达到5178点后出现暴跌的一周, 第二个阶段是6月26日暴跌后直到7月9日,滬指下跌才得到遏制。 其中,第二阶段的暴跌尤为惨烈。 当时,新华社使用就是无效四字,使外界恶然。 值得留意的是,新华社的背后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将派前台人物刘云山。 而在股灾中逆势大涨的股票,中国人寿,新华保险以及中信等, 都和刘云山之子刘岳飞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知情人士透露,刘云山与刘岳飞父子在股市中联手, 利用内幕消息与操作套取利益,而且早有前科。 外界分析,大陆持续两个多月的股灾背后是江, 曾为首的江泽民集团几大家族恶意做空杂盘, 裹挟股民,摧毁市场信心, 目的是搞乱经济形势后在北戴河会议对习近平进行逼宫。 消息人士说,中共高层已将本轮A股股灾和金融界内鬼事件定性为一场经济政变。